欢迎观看罗杰斯技术微学堂 今天的主题是 应用毫米波理念解决高速数字传输问题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罗杰斯技术微学堂 我是来自罗杰斯公司的技术市场工程师 袁曙光 今天的技术微学堂的内容是 应用毫米波设计概念 来解决高速数字传输中的问题 关于毫米波的一些概念 在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了 如果感兴趣 可以观看罗杰斯技术微学堂的 其他的视频了解 那总的来说 毫米波电路相对于低频电路的设计 有许多需要考虑的地方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 毫米波的小波长特征 波长越小 使得信号在传输过程当中 对于电路的特征 以及一些异常 更加的敏感 因此我们在设计毫米波电路的时候 需要将这一点 牢记于心 其次 毫米波电路非常容易产生 砸散模式的传播 因为频率比较高 发生一些非必要的一个斜阵 因此毫米波的电路的材料 通常都会选择比较薄的尘压板 还有在这种比较薄的尘压板上面 铜箔超度也需要考虑到 因为材料越薄 电路的信号层 与地层之间的距离越近 那这个时候电厂就更加的集中 那铜箔超度的影响就会变得更大 那选择更光滑的铜箔 有利于毫米波电路的 更好的一个射频性能 那所以说 设计毫米波电路 相对于低频电路来说 需要考虑的因素要多很多 那下面我就毫米波评论下的材料厚度 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因为这一点正是很多设计工程师 非常关心的话题 也是减小和消除 电路的砸散和非必要 协证的一个方法 这里展示的是一个 微带线电路的3D图形 和截面的一个图形 那电磁波在微带线上传播 它的电厂磁场方向 与它的信号行进的方向 都是垂直的 那是一个典型的准TEN波 在截面图上 我们也这里画出了近视的电磁场分布图 红色的为电场分布 蓝色的为磁场分布 那正常情况下 除了有用信号以外 我们都不希望有其他任何模式的 信号的产生或者干扰 但是毫米波频段 它的频率高 波长小 非常容易产生砸散 和非必要的这些邪证 那下面这张图就将详细解释了 毫米波频段下PCB 为什么容易产生这些砸散 和非必要的一个邪证的原因 那这是仍然和之前一样的 微带线的截变图 上面一张图是材料厚度相关的 当材料厚度的尺寸 W与电路上所传输信号的波长 或者这个传输信号的 二分之一波长 或者四分之一波长 这样的一个尺寸 相当的时候 这个时候信号在这个厚度上传播 就容易产生半波长 或者四分之一波长的邪证 从而产生干扰信号 下面这张图是 关于电路导体的尺寸的一个描述 当电路导体的尺寸 W与电路上所传播的 这个信号的波长 或者说它的二分之一波长 或者四分之一波长 非常接近或者相当的时候 此时在信号的导体上 就会产生四分之一波长 或者半波长这样的邪证 从而产生干扰信号 因此如果能够减小这里的尺寸W 使其远远小于半波长 或者四分之一波长的长度 那就可以减小或者消除 这些非必要的邪证 和砸扇的传播 也就是说选择更小厚度 更薄的电路材料 当在这种更薄的电路材料上 设计的微带线 它的线宽就会变得更窄 厚度也更窄 所以可以使得它的厚度方向 或者导体宽度 可以足够远离工作信号的 二分之一波长或者四分之一波长 从而就可以减小这种斜阵模式 或者砸扇模式的一个产生 这也是工程师关心的 为什么在更高工作频率的时候 通常会选择更薄的 PCB材料的原因 通常我们说毫米波频段 通常指的是30G赫兹到300G赫兹的 这个范围内的信号或者频率 而数字电路的信号 实际上也可以看作 这些模拟信号的一些组成 为什么呢 因为数字信号通常是 方波巨型的这样的信号 方波或者巨型的信号 实际上是看作是多个 模拟信号的叠加 实际上往往这些数字信号的产生 本来就是由模拟正弦信号产生的 我们来看下面这个波形 根据负列基数 任何一个周期的 这样的方波数字信号 均可以有一系列的 不同频率的正选 或者余选信号叠加而成 也就是说由不同频率的 模拟信号叠加而成 它可以包含它的激波分量 三次斜波 五次斜波 七次斜波等等 诸多的一个斜波分量 那叠加的斜波分量越多 那它的这个方波 就越接近于完美的一个方波信号 如果信号 比如说是28GPS的一个方波信号 那么它的激波频率 就在14GHz 它的三次五次七次 等等它分别在42GHz 70GHz和98GHz 如果是一个56GPS的数字信号 那它的激波 三次五次 分别在28 84 140 和196GHz 基本上 粗略的 由激波和三次斜波 也可以表示成该方波信号的一个 这个波形或者特性 但是在越高的传输速率下 能够将更高次斜波 作为设计和考虑的因素 那么这个数字 方波信号 就更加的完美 那最终呈现在电路上的 眼图 它的性能也将更好 以上的激波 以及多次斜波 均是基于常规的 伊林的非桂林码 如果使用更高级的编码方式 比如说帕姆士码 那么它的激波频率 或者斜波频率 均要低一半 那这样有的人可能会说 那么帕姆士码 是不是对材料的特性要求 就会更低了呢 那实际上也不是 帕姆士码 它的组成是由两个符号组成的 两个符号之间的 它的性造比 相对于非桂林码来说 会更小一些 那对于某频率下的损号特性 也会更加的敏感 实际上对材料的要求 还会更高一些 接下来是两个插入损号测试的结果 那以解释在数字高速应用中 对材料进行评估的时候 测试结果的有效性 以及对数字信号 它产生的一个影响 那这里展示的是损号测试的结果 是基于微带线插分长度 这种方式测试得到的 左右两个测试的差异 主要是由于回波损耗的差异的不同带来的 或者说更详细的说是由于从连接器到线路 它的一个阻抗过渡 或者说阻抗匹配 它的不同带来的 左边损号测试 具有更好的阻抗过渡 或者说阻抗一致性 因此从低频到117赫兹 其损号曲线 我们看到没有砸散或者抖动的产生 那它的测试的这个结果 更具有有效性 而右边 由于阻抗这种一致性较差 其测试的结果 由于这个较差的阻抗一致性 产生了较大的抖动 那最终它的数据的有效性 就会很差 不可信 假如传输一个28GPS的这一个信号 那么它的激波在14赫兹 三次斜波以及五次斜波等等 都具有比较良好的特性 而如果这个信号在右边这个电路上传输 那么它的激波开始 它的三次五次七次 我们看 它的这个损号特性曲线上 都存在较大的抖动和噪声 这样就势必影响数字信号的性能 因此理解毫米波频率下的信号特性 有助于更高速率的数字信号的设计 以及性能优化 那接下来也将用数字信号的眼图 来分析比较毫米波频率下的特性 与数字电路性能之间的联系 这里展示了两个不同电路材料的 插入损耗特性和眼图的实测结果 这里测试的两个电路 它的厚度都是5mm 它的设计是完全相同的 这样一个这样的两个电路 左边的材料是基于PPE数字体系的材料 这是非罗杰式的材料 而右边是罗杰式公司的R11002材料 具有极低的损耗特性 比较两个材料在毫米波下的一个损耗特性 可以看到左边的基于PPE数字体系的材料 它的损耗特性较大 比如说在60GHz附近 如果长度是5英寸的电路上 它的插入损耗差不多约为20dB 而罗杰式的R11002材料上 相同的电路在60G附近 它的损耗只有10dB 我们再来看一下 对于R18GPPE数字下的信号眼图 由于损耗特性大 数字信号的幅度衰减就会很大 那信号与噪声之间的这个信效比就会变差 因此眼图就会变得更小 那可以看到左边基于PPE材料的这个眼图 它张开的电压大约只有378毫伏 而右边相同情况下的眼图 它的张开的电压是511毫伏 因此右边传输的28GPPS的信号质量将远远好于左边材料上的电路 如果进一步提高传输速率 比如说到56GPPS 那么左边的眼图将进一步恶化30%左右 而右边基于罗杰斯的RO12材料 在56GPPS上 它的性能只恶化于10% 那这个例子也更好地说明了 如何从模拟信号的这样一个理解 或者说对毫米波的性能理解 转换到高速数字信号的传输和性能 以上就是本次技术微学上的内容 感谢观看 再见 如于了解更多信息和技术工具 您可以注册并登陆罗杰斯技术知识中心 您将可以获得计算工具 技术文章 以及观看更多的技术视频 也可通过苹果及安卓应用中心 下载ROJ Mobile应用程序 获取更多罗杰斯技术资料与信息